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3月26日礼拜五早上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就是在G7工业国当中 目前只有日本是没有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 但是似乎这个情况都不会维持很久 因为日本国会跨党派的议员在酝酿 要提出一条法案 就着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 而第二单消息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展示出两幅图片 一幅图片是黑白的 他声称一班黑奴在採摘棉花 另一张图片就是彩色的 就展示出一幅新疆棉花田 华春莹就说 目前新疆棉花的机械化採摘 已经达到40% 他就想借着这个对比 来联络美国在历史上的人权问题 但是有些眼利的网民就发现得到 原来他所展示出来的那张所谓黑奴相 根本上在1968年德州一个监狱那时拍出来的 哈哈哈 断正了 这次是认真语爆了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日本国会的情况是怎样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所说 就说日本自民党在昨天开始 就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 开始了认真的讨论 自民党的人权外交专案小组 更加是邀请了维吾尔协会会长 去到自民党总部 说明维吾尔族人权的实际情况 这次就是自民党第一次邀请 外国的少数民族维权人士 去到他们党总部那时候是做见证的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将会是来了 在这次会议 自民党就做了一个初步决定 他们就说要敦促各个政党一起努力 在国会通过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 并且就要和批判中国政府的国际社会 携手合作 促使中国去改善人权 至于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就说 日本众议院里面 除了公民党之外 潮野各个政党的议员 都几乎在准备要参与这次的立法 所以这条针对中国的法案 通过的机会就会相当大的 按照现在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制裁措施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说 针对那些被制裁人士 要冻结他们的资产 和限制他们的旅游 如果日本也是要做这些事的时候 当然实际的影响就不是很大的 因为你说大陆的官员 有几何是会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去日本 或者他们有几何是会去日本置业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是炒不起的了 但是来说 其实如果日本真的通过这条法案的话 那个象征意义就是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等同于欧盟的制裁一样 他本身都是要制裁那四名新疆官员和一个实体 谁不知大陆方面的反应就过激 搞搞搞搞搞到现在这么大场的风波 如果日本国会真的通过了这条法案的话 会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就是日本要向西方国家表达出 他们是拥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他们是愿意和西方国家保持着一致的步伐 他们是愿意对于中国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当中 予以积极的配合 因为昨天自民党的这一场会议 明显地就带出了一种的讯息 就是他们不想日本好像是被人赖低了的感觉 但是目前在日本执政的其实都是自民党 到底日本政府他们在想什么呢? 原来根据报道所说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较接近 经济上也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于是否制裁中国的态度慎重 无非是地缘政治因素和经贸利益的因素 但是自民党里面的其他人似乎比起内国那班人更加进取了在这个问题上 好了这条法案如果一旦真的提出来的时候通过机会就很大 但是正如我所说 其实对于那些被制裁人士的实际影响 就未必真的那么大 昨天有些被制裁的新疆官员就接受了大陆媒体的访问 当然啦 把口就相当硬的 比如说新疆公安厅厅厅长陈明国就说 对于被多个欧美国家制裁是感到非常自豪 他强调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 是不会作出任何妥协和退让 那类似的说法以前邓炳强都说过啦 是不是就说会很自豪的这样 好了 另一名被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黄军正就说 他完全是没有兴趣去欧盟 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 在这些地方也没有存款 所谓制裁不过是自取其欧 废纸一张 他所说的这些原因 其实之前叶柳都说过 是相同的东西 叶柳就说没有兴趣去美国 而且他在美国也没有任何资产 所以就不怕美国制裁 所以其实这个黄军正也是抄功课 还有这些被制裁人士 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说类似的东西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 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发言人华春莹 就懒得展示了两张图片出来 一张他声称是 美国黑奴被逼在棉花田里採摘的照片 另一张就是新疆棉花田 他就说新疆棉花田已经有40%进行了机械化採摘 西方对中国的指责 即是那些强迫劳动的指责是不存在的 后来有些眼利的网民就发现 原来华春莹所举出来的这张照片 根本上在1968年的时候拍摄 这张是什么照片 就是美国德州的一个监狱 囚犯在棉花田工作的情况 人家就连谁拍摄这张照片都能找到的 就是由著名的美国摄影师 Danny Leon所拍摄的 所以华春莹你说多愚蠢 作为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你在这么庄严的场合上 要踩低美国或者要嘲讽他 挖苦他的时候 好心就做足功课 你不就随便找一张照片 在棉花田里面有些美国人做事 你就说是黑奴的 真的 你一定要求真的 你也不是的 随便 哪有人会服你呢 还有 华春莹也好 或者是那些战狼外交官也好 经常强调美国存在过黑奴这个问题 事实上也说 美国政府由头到尾 他们也没有否认过这样的历史事实 他们没有尝试过去说要篡改历史 或者是将这一件的历史事实 掩藏 是没有的 他们没有否认到 不但他们还曾经做过很多事 来尝试修补这个伤害 更何况 如果你说黑奴问题 都真的是历史文件 每次都找回百多二百年前的东西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西方国家正在针对的 就是2021年的中国 李华春莹或者是那些战狼外交官 所在针对的 就是百多年之前 几十年前的美国 正如你们经常用那句说话 中国都已经不再是旧时候的中国 那美国都已经不再是旧时候的美国 黑人的人权问题 已经大幅得到了改善了 甚至乎特朗普总统之前那一届的总统 正正是由黑人来做的 还说什么黑人问题 黑人都做到总统了 那你又怎样呢 不如你回顾自己吧 还有就是 你每次都找回百多年前 多少年前的东西来说 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一些黑历史 多余的 既然中国自己经常说有五千年的历史 在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是否一样有出现过一些强制劳动的情况呢 秦朝这个秦始皇 迫那些这样的 人民去建万里长城 那样东西 这些是否为之是强制劳动呢 除阳帝去迫那些这样的 人民去整大运河 这些是不是强制劳动呢 难道美国在记者会上 拿出这些东西来说 就说你有问题 喂 都不知道是多少世纪之前的东西 说来浪费吧 你现在去说这些也是浪费的 我觉得 而且华春莹真的没有什么逻辑 他就说 已经有百分之四十的棉花田 是由机械化採摘 如果你认为中国是没有强制劳动的话 其实说这句话 根本上就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没有强制劳动的话 就算你的机械率是百分之零 全部由人手採摘 那你也是没有强制劳动的 如果是有的话 就算你全机械化也是有的 所以有没有强制劳动 和机械化的比例 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 但是他就在记者会上拿出来说 我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这些是展示出你没有什么逻辑的 当然这些可能就是为中国式逻辑 我就不懂了 华春莹还说到 新疆地区的棉花品质是世界上最佳之一 不用就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其实新疆有些农业局的官员都走了出来说 就说 你们那些外国企业去抵制新疆棉花 损失的就是你们 中国的企业自己本身都不够用 为了满足需求 中国还需要每年进口200万吨的棉花 所以 现在你们不用就是你损失 中国是没有损失的 他们就不停地重复这些论调 说来说去 其实无非就是说给自己有听 如果 真是外国企业的损失的时候 那是好事 对于中国 外国企业就是做生意做到自己弯钩 那就好 那就轮到大陆的企业上位 那他损失就是你有利益的 那你的反应用不需要那么大呢 你就有鬼他 他损失而已 你多谢他都来不及了 他做生意做到自己损失 那你不用理他 那你的反应根本就是出卖了你 大佬 你这么大反应 他有损失你就是 怕他有损失 有没有搞错 他有损失你拍掌 开心也来不及了 实际如果那些外国企业 完全不采购新疆棉的话 当然大陆就是会赚少了一些外汇 你纯粹说拿回去内销 没有说不行的 糖水滚糖鱼而已 那你到底想那些棉花是内销 还是拿去外销呢 正如这个农业国公园所说 就说中国本身的需求很大 那你自己有棉花都不用 走去采购外来那些 那一定就是外来那些比较便宜 比较cheap 那些东西就卖给人 你中间有个差价就赚了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直用新疆棉就可以了 需要进口而已 那到底是哪个损失呢 真的是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